沙坡沙坡堆大 滾滾泥流就像小腹部不停往下流 村民撐着雨伞穿着雨衣惊险穿越 这是内文一项 因为水锅跟土石流 屏东县石子乡内文村疑似因为土石堵塞了水沟 寻血不及浑浊泥水淹到脚踝这么高还流进了住家 山陀的台风来势汹汹 屏东首当其冲 地势地外的临边乡只要遇到雨势大或是大潮 就会出现淹水情况 受到山陀台风的影响在临边这边 一大早是一直下雨 已经掀起长浪一波又一波 而且当地的民众目测 最远的长浪可能都已经超过了六公尺 水利署紧急出动重机具放置小舵块 还在岸边设立太空包 比较地外的地方已经出现一些小小积水状况 而且这个水深大约是在鞋底的部分 山区的这个水是一直一直不断地往下冲 像是瀑布般霞带的泥水 依靠捕鱼为生的渔民 生财工具也是加固绑牢 当地的渔民非常的紧张 因为他们的渔船就停在这个岸边了 因此他们也出动了 特别出动这个拖吊车 以及人的方式 希望是把渔船往这个路面的方式来移动 山陀的台风逼近 屏东县成立灾情应变中心 针对山区原向部落开设八处收容所 目前收容大约三百人 加紧脚步处理保障居民安全 近新闻送得到